刚刚的话我们说到的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关于这个marking的一个使用技巧 是吧 marking的一个使用技巧是什么呢 就是设置这个元素的什么水平居中 是不是这样的啊 大家记得啊 这个技巧会经常用的啊 那么我们刚刚是什么呢 是设置这个什么盒子相当于什么浏览器 是不是这样的啊 水平居中啊 如果我们盒子里面在套盒子了 那么也可以用这个技巧啊 大家记得也可以用这个技巧啊 后面会用到的啊 也可以用这个技巧 用这个什么marking什么呢 X是什么呢 就是上下的什么 这个值随便给是吧 左右的话就给O2就行了啊 好 接下来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marking的其他的技巧啊 为什么都是marking的技巧呢 就是marking的技巧比较多啊 padding的没什么技巧啊 border也没什么技巧啊 marking的技巧比较多啊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marking的另外一个技巧是什么呢 关于这个marking的负值啊 marking居然可以设置负值啊 设置负值啊 然后让元素什么样呢 可以位移 然后什么样呢 还可以做边框合并啊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marking的负值是什么意思啊 marking负值是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我这个 是吧 来看一下啊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啊 看一下这个例子 好 那么的话我们这个subline浏览器啊 subline这个编辑器可以什么呢 打开这两种啊 打开这两栏啊 两栏是怎么打开的呢 这里面有个view里面有个什么呢 这个layout啊 view里面有个layout啊 默认是这个什么 single吧 single啊 如果点column2的话 就是两栏是吧 好 我现在把它调为一栏的话 就是这个layout什么 single 是不是变成一栏啊 好 然后它可以变成很多栏是吧 比如说这个column什么 3的话是三栏 是不是这样子啊 大家可以试一下啊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marking的另外的技巧啊 marking的负值 好 先来看一看几个基本的东西 比如说我来一个box 是吧 来一个box之后 那么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来给它样式 是吧 给它样式 那么的话这个box啊 这个box它的什么宽 假如说是宽啊 这个容易写成windows是吧 宽啊 假如200px啊 高度也是200px啊 高度也是200px啊 然后的话 假如说我给它一个背景设施 这个gold是吧 gold啊 好 然后这个时候假如说 我给它一个marking left 是吧 marking left 那么假如说给它一个100px啊 看一下啊 好 这么做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大概是这样子的吧 左边有个200吧 是吧 那么如果这个200我给什么呢 不是 这个有个100啊 如果这个100我给负值是什么 是怎么一回事啊 是吧 给负值啊 假如我给0啊 给0的话怎么样呢 是怎么样 就是靠这边啊 就是靠这边吧 靠这边大家看一下 这个什么好像没有完全靠住啊 是吧 为什么呢 啊 这里大家啊 给大家说一下 这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啊 里面有一个坑啊 又有一个坑在这里啊 什么坑呢 大家看一下啊 我来点检查是吧 点检查啊 检查之后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这个DIV 是不是它这个地方上的盒子模型吧 200吧 是吧 200x200 然后这里面 marking border 拍你都没有是吧 啊 都没有啊 好 大家如果说 把这个鼠标点到这个body上面 大家看一下啊 body body body大家看一下 这个上面是不是有个什么 marking bar啊 是不是这样的啊 所以说大家看一下 这个marking是不是怎么样 它是不是有八像素的这个marking啊 是不是这样的啊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页面上做的盒子 始终不能贴边吧 是不是这样的啊 是因为什么 我们的border body啊 不是border啊 body它本身带有什么 八像素的marking吧 所以说如果说我想 我的盒子什么样呢 想完全贴边的话 我怎么样 我需要把body的这个marking 把它去掉吧 是吧 怎么去掉呢 一般我们是这么设置的啊 比如说是 设置这个body 这个是不是标签选择器啊 就是针对它啊 针对它啊 好 针对它的话 来一个比如说 来一个什么marking marking怎么样呢 把它设置为0 是不是可以啊 这个是不是就是覆盖了 它原始的这个花了 好 这个时候的话怎么样 才可以让我们的这个盒子贴边 这个里面的一个坑啊 这个坑啊 好 因为body本身带有什么呢 八像素的这个什么 marking 大家记得啊 好 刷新下 这个什么 是不是贴边啊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经常设置的一个值 大家记得啊 这个是经常设置的啊 好 这里 在这里把这个坑提前给大家讲一下啊 好 那么我们刚才是要讲什么呢 marking的负值吧 是吧 好 这个是0的话 就是贴边的吧 是不是贴边啊 好 如果我给负值 大家看一下啊 给一个负的50啊 负50啊 给个负50的话怎么样 它是不是怎么样 看一下啊 刷新一下 是跑过去了 是吧 给正值的话 它就往右边走吧 给负值它是怎么样 往反方向走吧 明白没有 这个就是marking的负值啊 比如说我这个marking left 给正值它怎么样 是往右边撑开吧 往右边撑开啊 然后给负值的话怎么样 就是 也反方向吧 也反方向位移啊 所以这是这个marking的另外一个技巧啊 那么有人说 这个panding可不可以给负值啊 不能给啊 那个panding没有了 panding没有负值啊 border有没有负值啊 没有 只有这个marking有负值啊 marking有负值 这个给负值它就是反方向 大家记得啊 好 你给这个正值的话 就是正方向 给负值就是反方向啊 相当于这个什么 这个盒子是否刨上去了 是不是这样的 好 这是关于负值的这个 这样一个技巧啊 那么这个技巧可以用在哪里呢 比如说我们 我们说这个例子啊 这个例子 这可以用一下啊 这个例子的话 那么就是啊 这样的一个什么呢 几个div啊 我们来做一下这个例子啊 这个例子的话 来看一下啊 怎么做呢 啊 我们把这个 先放一边吧 这个 这个先放一边啊 这是实际上 演示一下这个负值啊 好 这个例子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它是怎么做的呢 它实际上是有什么呢 有这个 一二三四五 有五个是吧 有五个这个 什么盒子组成的啊 有五个盒子组成的啊 我们暂时的话 先用什么呢 先用div来做啊 暂时先用div来做 比如说这五个盒子啊 五个盒子的话 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这么做啊 可以把它放到一个什么呢 放到一个div里面啊 好 怎么放呢 比如说这个盒子啊 bogs是吧 bogs里面 那么的话再怎么样呢 里面再来五个div 啊 这么做啊 比如说这里面来一个div啊 div然后再乘以一个五 是不是有五个div啊 啊 这么做啊 好 这么做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是这个 整体的啊 整体的这个啊 整体的这个盒子啊 bogs 这是不是整体的 这外面的这个盒子啊 外面的盒子 我们可以先设一下啊 设它的 比如说它的什么呢 它的宽啊 它的宽高啊 它的宽高可以设一下啊 这个宽高的话 那么整体的是什么呢 202吧 是吧 高度是多少呢 高度是156 是不是已经标好了 是吧 已经标好了啊 好 那么宽度是202啊 宽 宽 202 PX 是吧 好 高度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 就是156吧 是吧 156 PX啊 好 然后我给它一个什么 背景色吧 假如说给它一个 Green吧 Green 先看一下这个盒子啊 好 那么这么给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的什么呢 这个效果啊 看一下这个效果 这个效果是不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啊 假如说我想把它 聚中一下 是不是可以做到 现在啊 整体的让它聚中一下 可以怎么做呢 用什么 Marking吧 Marking啊 Marking 然后是 假如说我距离上面是50 可以写成什么 50PX是吧 然后是左右O2吧 左右O2是吧 那么我这么写是怎么样 下面也是50吧 这样呢 这个是表示上下的 是吧 假如说我下面 我不想给 我怎么可以什么写呢 后面跟个0吧 是不是这样子啊 这是上面是50 左右O2 下面是0啊 好 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是吧 是不是这样子的啊 好 这样子写完之后 接着我们来做 这里面的这个 这几个盒子 是吧 里面这几个盒子的话 那么它的什么 这个啊 这几个盒子啊 那么它的宽度是怎么样呢 宽度应该是200吧 宽度是200 然后有一个像素的边框吧 是吧 有一个像素的边框啊 那么的话 可以怎么写呢 这里面每一个都是DIV吧 那么我可以怎么写 是不是可以写成什么 乘级菜单啊 乘级菜单啊 比如说这个 box下面的DIV 是不是可以这么写啊 这个是不是管道的下面的五个DIV啊 好 那么它们的宽度啊 宽度假如说是这个 是不是200啊 是吧 200啊 好 宽度是200px啊 宽度是200px 然后高度是多少呢 我们大概算一下啊 高度的话是 比如说是156 大概是30是吧 30px啊 好 30啊 好 高度是什么呢 30px啊 30px 好 然后的话 它们怎么样 有一个像素的这个什么 边框吧 四周是不是这样的 四周啊 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来一个border 然后是 一像素 然后是实现 然后这个是绿色吧 是绿色的吧 是吧 绿色的啊 好 绿色的话 那我们来一个green 是不是可以啊 green啊 好 好 那么的话 我们正好把它区分开吧 这个绿色 这个是绿色边框啊 这个给它来一个 这个 来个pink吧 粉色啊 好 分开啊 分开完之后 我们来再来看一下 那么的话 它是怎么样呢 再来看一下 这个效果是吧 好 刷新一下 是吧 那么它是不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 是吧 这样子的时候 那么实际上 这每一个 里面每一个盒子怎么样 它实际上是有颜色吧 有它自己的颜色是什么 这个是go的吧 go的啊 好 go的 好 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drb里面的什么 background color 是不是啊 background color是什么 go的吧 go的啊 好 go的完了之后 我们大家看一下 这个效果啊 刷新一下啊 刷新一下之后 那么这个是不是 大概的效果出来了 大概效果出来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中间每一条线 是不是 有点粗啊 是吧 有点粗是怎么回事 实际上是它怎么 它中间是有两条线吧 两条线啊 两条线的话 那么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个什么其他的技巧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下面这个边可以不写 是不是这样子 我们只写三个边 是不是这样子 底下这个边不写啊 那么这样做的话 是不是每一个都得写啊 每一个都得写 比如说啊 我可以怎么做呢 比如说 哪一个 marking 好 这里什么 是设置四个边 是不是这样的 好 那么的话 再来一个border 什么呢 border border botton啊 border botton 然后来一个0px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不是怎么样 把每一个div 又怎么样呢 把它border botton 把它的底部 怎么样 设置为0吧 这样是可以的 这相当于是什么 这个把上面这个覆盖了 明白没有 所以说上面这个的话 相当于只有三个边了 就是底边的话怎么样 就设置为0 这个是可以的 这就是沉叠样式表的技巧 下面的样式可以 把上面的覆盖掉 是不是这样的 把覆盖掉 好 这么写之后怎么样 我们来看一下 刷新一下 这个是不是可以的 但是最底下这个 是不是没有啊 没有边 是吧 是吧 那么我们想 最底下有个边怎么办 是不是可以给到什么呢 给到最底下这个啊 最底下这个 我就再给一个是吧 最底下这个 再给一个怎么给的 是吧 是不是给它什么 是不是给它 哪一个样式才可以啊 比如说class 等于什么 一个last 是不是这样子啊 last啊 last之后 然后怎么样呢 再来一个box下面的 点last 然后再来一个什么呢 border button 是吧 border button啊 然后是一项素实现 拿一个green 是吧 好 这样写的话 是不是可以实现这个效果啊 实现这个效果啊 好 我来刷新一下 是吧 这个效果好像是实现的 是吧 好 这么做是不是 超级麻烦的 太麻烦了吧 太麻烦了啊 好 这是一种实现方法啊 我是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那么这种有时候会用到这种方式啊 那么还有更好的方法是怎么呢 更好的方法啊 好 假设说把这个注掉不要啊 好 更好的方法 然后这个的话也不要什么呢 好 那么到了这种时候怎么样 我们还是怎么 还是这个什么 这是叠加了吧 叠加了啊 那么刚刚我们说到什么呀呢 有一个marking的负值吧 那么这个地方就会用到这个技巧了啊 什么技巧呢 就是我在marking top上面给它一个负值 是不是可以啊 比如说marking top如果是正值的话怎么样 比如说来一个五的话 P一个四 来个五P 它是不是撑开了 每个是不是撑开了 是吧 那如果我用负值呢 是不是往上顶了 往上是吧 好 我假设来一个零 来一个零的话 这样也不给 是不是这样的 来个零的话还是怎么 还是可以的 是吧 好 我再来一个负值 来个负一 是不是可以啊 负一再来看一下啊 这个时候就 就达到这个效果了啊 好 我来刷新一下 是不是就可以了 每一个像素就叠一个啊 叠一个像素啊 就是叠一个像素就可以了 是吧 那么这个就达到了这种效果啊 那么这种效果是经常做的啊 比如说边框的合并呢 我们就可以用什么呢 marking的负值吧 好 这是关于这个负值的这个用法啊 好 就是这个例子啊 就是这个例子啊